孟阳王好 我是芳菲菲将 现在离末河北极村还有160多多米 现在可以说刚刚六点钟 太阳太大了 早点走 刚刚六点钟 太阳这么大了 昨天晚上在这个服务区 这应该是公路区的服务区 叫瓦拉杆服务区 附近有一个镇 大概两公里左右 这环境非常好吧 你看在这里 姜老弟在旁边打的帐篷 昨天晚上睡得好香 好了 我先走了 找到好的录音地 我就给你发定位 但是你要注意看微信 好先走 一路顺风 走啦 今天阳光特别的灿烂 现在才五点多钟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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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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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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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黯然心碎就是 爱的代价 优优秘 但是现在已经阳光灿烂了 温度还是那么低 你看我窗户还是没有打开 因为还是有点冷 要等太阳晒一段 可能十一十二点以后 温度才会升上来 现在看起来好爽啊 只不过是人和车都太少了 我现在行走的这条是 111国道 直满墨河 太阳大吧 你们看 但是温度还是很低啊 我一口气开得很快 现在离墨河市 只有44公里了 现在跟我两天找个地方吃饭 到处都是烈日的 没办法遮阴 吃饭不知道在哪里吃 在黑龙江 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上 你想找个地方遮阴 非常麻烦 我已经开了四五十公里了 就是找不到一个地方 想停下来吃饭 又想这个太阳太大了 再跑十分钟 如果找不到 那么就在太阳底下吃饭 没办法了 没地方停车 没地方遮阴 只能在这里了 没办法 逆向停车了 一跑九点多了 离墨河市只有30公里了 真没想到跑这么快 风好大好大 你看你看风吹起吹起 阴了 赶紧吃饭 有点饿了 还是我的白菜 放 好 先吃饱再说 在塔河买的这个臭豆腐 有点贵 一块钱一块 好 今天我就就着白菜 臭豆腐 吃饭 好大的风吹 你看到没有 刚刚吃完饭 逛了过平均 应该有40二十公里 出饭 因为风太大 车顶上的行李箱 导致这个车晃来晃去 一定要小心驾驶 风大的话 它会飘来飘去的 现在我基本上 两个手都不敢离开方向盘 因为风太大 左侧一吹就弯又一吹吹去 所以这个方向盘啊 把来摆去 非常危险 我现在不敢开这么快了 这个真不是开玩笑的 一阵大一点的风 就把我吹都勾里去 朋友们 现在十一点钟 我已经到达了墨河 找个地方休息 先睡一下午觉 墨河的天很蓝 白云朵朵 阳光照射 但是它并不复日 睡午觉 是我每天的习惯 一定要睡 所以不让他头晕晕的 现在先睡觉 在墨河的一家宾馆里面 休息了大概有几个小时吧 还有两三个小时吧 现在三点钟了 湾河河河市里面去看看 要买点菜 没有菜了 这些宾馆基本上没有人 已经很冷清了 但房子建的挺好 这环境真的好 你看在北方这些地方 它土地充裕 所以它建筑不高 它充分利用土地的这个优点 然后环境也非常好 这太阳太大了 真的 我往下停在这里 这里连农贸市场 只有两百多米 我走路去 这有阴凉的地方比较好 走路去看看有什么 你们看什么就列丽当头 你到墨河 然后到西藏那边去看 你就知道了 但是这因为气温不高 所以没有感觉到很热 问了一下一个 森林消防的工作人员 四十多岁 他问了一下 我说我要去摸摸 别去摸摸 啥都没有 还收门票 就是一个车 我在去七十五公里 来回去一百五十公里 因为要几十块钱用费 所以我还不就在这墨河待两天 真不想去的 因为关于墨河北极村的视频也很少 而且真的没看到有什么好玩的 当地人我后来又问了两个 他们都说没什么好玩的 现在决定就在墨河待两天 墨河的这个市场也非常简单 可能是因为人口少的原因吧 比很多的小县城的市场都还要冷清 这回我是真想买点好吃的 可是又不敢 因为牙疼上火 现在稍微好了一点 怎么办呢 你们看我一直都吃白菜 对不对 因为上火 你也不能吃其他东西 所以只能走 只能逛 墨河规模不大 那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最繁华的路段了 刚才进一家蛋糕店里面看了一下 想买点蛋糕 但是早几天在黑河买的那些面包 吃了就肚子疼 发肚子 所以我再也不敢买这东西 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生产 它又是过期了 又还在那卖 然后大厂感觉超标 吃了肚子疼不对 但是我车上还是要备一点 这个吃的东西 如果饿的时候吃一个 看看有没有正规的 那些超市看看 这边有个顶峰商业广场 到里面去看一下 也是非常奇怪 在墨河这些地方 很多这种单车 你看 我一路走来没看见有这么多城市有单车 这墨河的气温不是很低吗 你看 它为什么要骑到安全呢 好奇怪啊 你看这里也是 电动车在这里不行的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单车的城市 在一个蛋糕店里面买了一只这个 也不知道是什么 为什么我买了 当然因为这个 肚子饿的时候吃两个 可能就能顶住了 要不会伤胃 而且这个东西能留得最久 我看了一下 这个怕留半个月应该没有问题 干的 你看 你看 我非常无聊 变成女人了 喜欢逛街了 逛就逛吧 还不买东西 抽抽热闹也好 不然我坐在车里真的没什么意思 再逛逛吧 反正墨河就这么大 外面就是大街 我往里面走了 这里面很多这个宾馆 铝色的 但是很多都关门了 生意应该很惨淡 我在这个地方 今天晚上不走了 因为牙还有点疼 不舒服 明天怎么办